正方主便 盧子 第一副便 張奧麗 第二副便 張 尖子奧麗 正方主便 張綺芬 反方主便 張綺芬 第一副便 李顯盈 第二副便 李添心 葉便 歡迎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分為今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蔡聖隆老師 中文大後面兩隊前幾個月 一、六、七年大將面的採戶關 另外雖然導致陳水之見 五中學面兩隊顧問老師 大領居校園得 認證三年真正面的採戶關 然後有黃鎮強先生 請代表開工中文大學 一、六、七年大學面兩隊採戶關 不如後多次獲得明教育公表 詩子奧麗 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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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在最正面的高至來的中學校園得明星問題 雖然牌幾分 6至8分 卻決賽最佳選的 休裝就有丁雷去提示 超前十秒鐘則會連丁幾下 詳細採規之前已經發布給參賽學校 請問是否有問題 好 現在先請正方注意看 有小空充時間 主席評判有關同學 各位 大家好 今天的編題為STEM 應成為中學的修科 首先容許我方的編題 還要字眼做出界定 STEM 運四個科目經文字幕的宿舍 例子科學 科技 工程及數學 STEM 一個綜合科目 將一個學習領域整合起來 強調用會半通去應用 STEM 教育會全球大勢所趨 早前人類研發的AlphaGo 打敗世界第一為其高手 證明人工智能已超越人老 這個時候 STEM 所提出的靈活運用 就能夠為人類提供保障 不會被人工智能全面取代 今天同量編題的機場 在於在香港推行STEM 能夠幫助學生增加人類的機會 和對未來社會發展的幫助 由方正編編題 基於底下原因 第一 提升學生競爭力 雖然香港現在已經有STEM 相關的比賽 例如校正STEM 機械營大賽 而Farble和其他大部 並不能夠相提並論 現時全球已經有十多個國家 將編程調為中小學的必修課程 例如英國將在2014年 就要求由小英開始直播高中 分四個階段進入這盤技術 但例如在今年開始 學校要全面加強科學和編程教育 包括在中小方增加科學過堂 新加坡亦都以STEM為必修方 該部的學生在數學、科學和綜合簡單能力 都排名全球第一 又見到此 又歡迎唯有必要提供STEM 在香港的認知程度 STEM是未來市場不可或許的技能 連投過某一堂發展可以最深刻的顯示 隨著製造業將向於使用機械人 未來發展出國家三分之二的工作 將被機械人取代 而STEM的教學理念 正正能夠提升學生的競爭力 會將來投身社會做好準備 跟上世界的步伐 將STEM以為必修功 配合全球教育趨勢 而作為學生應對社會 和全球應急速科技發展 所得來的轉變和挑戰 第二 又做未來社會發展 2016年教育局推動STEM教育 與科技適合更新 不會落後過時的課程 學生可以充足兼發創生力 推動社會向前 香港要走上經濟的深考度 長遠來說 需要大量的創播人才 社會應該提供完備和培訓 STEM所排列的融會貫通 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是任何獨立一方無法做到的 他收藏後的創生和解決問題能力 都是21世紀必須具備的 基本技能和質素 可見STEM有助培育學生 成為對未來社會有用的科技人才 參考教育局推行STEM教育學習活動的模式二 我方認為可以透過專題演習 給學生進行不同學習元素 例如環保應安室 學生適合能力 STEM是必修科的同時 不一定是盲行時的必考科目 由於一項目標 STEM計劃是經據校本形式推行 學校有權決定何時讓學生接觸和諧 政府2015至2016年的施政報告也提出 STEM將為未來重要計劃政策之一 而香港現時的配套也足夠推行 眾觀以上重重 STEM有利於學生和社會 而且符合中學教育過程所提出的 要修科條件 也即是達至中心學習和全人發展的目標 最後想問一群同學 既然STEM是全球化教育的方向 而以香港現時把STEM列為順修科 令不少學生順修學習機會 沒辦法接觸STEM更深 除了把STEM列為中學必修科之外 又方又有甚麼方法可以和補導學生 可以接觸到這個原始重要的技能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現在來到反方順修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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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們雙方都認同STEM有它的理處 而STEM成為必修科都必須獨立成科 但雙方最大的分歧就在於STEM成為了必修科之後 對學生的學習究竟是帶來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 我方反對面題不因有意 第一又是STEM教育原意 有方就講到STEM可以讓學生發揮他的創意 可以提升到學生的競爭能力 我方並不反對的 但你以為必修科之後 又有沒有違背到有方所講這些STEM教育的原意呢? 根據教育錄推動STEM教育發揮創意全能報告 STEM教育強調的是動手和動腦 透過科學研責、專題的報告、創作、設計等等的方式 目標是讓學生發揮創意、製造出不同的產品 可見STEM著重的不是要達標 而是自由整合、應用、創作 但成為了必修科之後 就必須要有一個評分標準、要有考核 有方也打算如何去平核呢? 當平核大綱出現了 有方又能否確保STEM可以獨善其身 不會被現金求學只為求分做的心態不殺 成為另一個盲目追求高分標準的痛苦源頭呢? 當學生每天都要跟著框架 一心持上求高分 為何不會反而限制了他們的創意呢? 論是教育評議會副主席王嘉良 還是香港科技培訓中心課程負責任何禮勝都指 香港考試制度強調標準化的評分 若果要考核學生在STEM過程所學的知識 必定會厄殺學生創意 和市民這樣又如何提升到 有方你所說創新的能力呢? 第二,有為中學教育目的 有方你只是強調了STEM的好處 有沒有想過教育真正的目的是什麼呢? 根據教育局 中學教育的目的是要打穩基礎 幫助學生認清自己的興趣和能力 適合自己的方向發展 第二,今天有方說STEM要成為必修科 不是要幫學生進展所長的 而是說要迎合世界發展STEM的趨勢 要培訓更多的創科人才 要提升香港和國家的競爭力 配合上社會的發展 但有方同學 中學的教育何時成為了社會發展的附屬份呢? 有方你有沒有認真考慮過 其實是否每一個同學 每一個學生都適合了創科這條路 而每一個學生都要必修STEM呢? 為什麼中學教育在有方眼中 就是要用來解決社會問題 而不是讓學生發揮他們的所長呢? 更何況STEM成為了必修科之後 是否代表創科人才一定會多了呢? 當中的邏輯關係有方有如何解釋呢? 究竟香港有多少機構可以提供STEM相關工作呢? 到最後又會不會出現大量STEM畢業生轉行 從事其他非STEM的行業呢? 事實上 本港創科發展滯後的原因 有方理由是否真正清楚呢? 正如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王乃光所說 香港智慧城市難逃保守 堅決創新措施 以及前瞻性項目 創科發展缺乏規環的問題 是否STEM成為必修科就可以解決呢? 多謝各位 好 接著是官面環節 正方的自由排出外面 正方的自由選擇反彈 因為面臨全是側上 好 好 正方的自由選擇 你正方的自由選擇 正方的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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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 正方正方 所以考取的方法可以用专题研究考判评 请问有方,你其实是想STAM成为独立成科 还是只将它联络接收元素 我是想将STAM独立成科 如果你是独立成科 必然大陆的就是会有考核制度 有方是否承认这件事 我们承认考核制度这件事 但我们会用专题研究 有方是承认有考核制度 我方也说了,STAM是要重视创意 有方认为用考核制度会否承认創意 不会,因为他们是用创意 有方认为用创意做专题 但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科目 他们都是有评分标准 然后学生就要求追求分数上有高低 有方这件事会否在STAM发现 有方会否保证这件事不会发生 这件事不会发生 我们可以保证,因为STAM是将四个范图 是科学数学 有方说到有四个范图 有方说什么,用创意贯通 好,我现在就讲理论第一点 有方,你是否说STAM会提升学生的件事 是 好,有方你说的用创意贯通 我想问,是否每一个学生 都有兴趣收到STAM的科目 不是,我相信这是他们未来社会很重要的 好,有方说未来社会 未来社会里面 请问有方是否要整代的中学生 他们每天都要收到STAM的科目 从事STAM的工作 可能有方说是 那其实是否真的必收 那今天的STAM和中英数的分别在这 有方看得清楚 我们看到STAM和中英数的分别是 虽然大家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但STAM是很重要的 但有方说是重要,但重要和必收有没有良心关系 又因为他重要所以要这些手 请问道德伦理是重要 但道德伦理是否需要前提收货 我指望 现在工变为止结束 来到正方的一副愿意 有信念 主题提供最后来 大家好 刚才在工地环市期间 当我问有分别是否承认STAM在全球发展很急促的时候 有分别是承认的 但他们就认为不是每一个学生都需要这种技能 但我刚才不明白 为什么不是每一个学生都需要这种技能 因为我们双方都承认了STAM在全球发展很急促 这是一个社会的技能 不是每一个中学生都应该很需要这种技能 之后 我刚才就觉得 如果我们把STAM认为必收科的时候 就会有为了愿意 但我刚才不同 因为我们看到STAM 我们科学的方法 是要把它变成专题研究 而专题研究是要强调的 是要学生去用手动 而这个就是可以促进到 即可以提升到学生的创业能力 而我们也看到在经济合作期发展组织的 国际学生能力评论计划也指出 多数的受访老师也认同STAM教育 是能够提升学生的解难能力 是占70.5% 而其次是可以提升到学生的创新思维 占68.6% 而上述所说的解难能力和创新思维 也是21世纪学生所需要的综合能力 而当我们看看其他国家 例如新加坡 新加坡将STAM列为必收科 之后我们看到新加坡的学生 他们在数学、科学和综合解难能力 也排名全球第一 而我们看看香港的排名 香港学生在数学、科学和综合解难能力的方面 在方面排名第二、第九和第三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在数学、科学和综合解难能力的三方面 也算是名字前茅 不过我们看到我们香港的学生 我们没有新加坡的学生那么优秀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香港 我们没有练成为必收科 我们学生的那种综合解难能力的 但是数学和科学能力都更加需要提升 所以如果我们将STAM列为必收科 我们就可以追上新加坡 可以令到我们的学生 在数学、科学和综合解难能力的方面 都可以提升 就是从而令到香港的社会法庭更加优秀 而有个方面也提到 就是说 他们觉得STAM是有违中学教授 他们觉得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要创造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STAM和中英数三 都是一个很类似 就是大家一个很相同的地方就是 就是中文、英文是一个语言 你需要出来社会和不同的沟通 而数学就是重视这个解难能力 在生活上解难的问题 但我们看到其实STAM也需要这方面的能力 他也是科技的一个很重要元素 尤其有关系统 在英文上再回答我方主意的问题 就是除了将STAM料理计收科 之外还有保险的方法解误这个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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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有光一排的三个旅客 二次面不够直立面提交 一声重要是否等同 要成为必修科 二是世界最大代代不代表每个学生 都要跟着这条路走 三是否每一个学生都有兴趣 能力去STAM方言发展 不妨看看 今天有科技根据说 是大小左车 有人工智能 发展一日千年 和STAM虽然别手 原因是因为要提升每个学生的 个人的竞争力 所以又帮STAM来加上 要各个都学不理议员 和STAM的竞争力 在今年的环节 原来有光一本都实现 今天不是每个学生都有兴趣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是要发展学生的兴趣 还将他的所长 再用他的所长去换取社会 今天学科幅不是难用品 也认为我们留学来社会需要些什么 但是今天有一个广门主持 今天学科并看到学社会 原来需要这些科技 让学生的兴趣和他们的难题 全部好像工厂一件又一件的机器 他会认识社会的需求 但问题是这个是否教育的原因 例如今年的社会 事丁就要结合这些科 教育会不会来 社会发展的用品 将为兴趣 另外今天我们刚刚讲完 一些无兴趣的学生就是这样 对于有兴趣 他实际STAM的学生又是怎样 今天我科并不是很霸道 认识实际的学生的机会 不会像明年有科的担心 可能他认识了STAM的机会 也没有 我今天都赞成我们用科幼科的原识 去达入这个必修的元素 即是我们用电脑、科学、数学 里面一些共同的过程 例如举个例子 有学校在数学方面 就学习如何收集数据 在科学方面就学习 在科学方面就学习 肌肉原来在收缩 放松的时候也是发导电的 在电脑方面 就利用生物这个元 去设计一些程式发导电 去设计一些机械 这就是我方所说的 跨学方 但是用必修的元素来学习STAM 其实今天的新方 是否真的用这个方程 来推动这个STAM 其实今天有方 未能够稳定的交易 第二个事件 我和我们主要有方 去看看 有創未来社会发展 其实今天有方 港共体 其实不是STAM 为什么呢 因为要保护香港的制裁 有方前面前面也说 对未来社会提供 有用有才 原来我们教育成功 去处理社会问题 制作最好 一识一识 可以投资讯科技的学生 就最好了 学生个人发展 想要些什么 不用理会教 但是香港中学校 最本失衡委员层次 都告诉你 教育成功 不应该由社会问题 作为出发研 而是能够认他们 独一无二的词语 今天不理会学生的兴趣 和发展 其实是否有教育功德 不得何况 今天有方便能够解决 是口核的问题 今天我们用专题研究 但这些都是口核的 跟着大家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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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其实也已经很感谢有科学生 认为他们觉得 应该是把机收 而随着要学习 合习声 所以其实不难听到 有科学生 今天觉得应该是 一个独立的科 其實你應該課SAM在必修科的不同 譬如現有的科目例 例如數學科學的元素下面 例如科目的同樣 你今天完全弄錯了SAM 你知道SAM其實是 你們都想說 它要融會貫通 是要綜合所有的能力 你覺得如果SAM 你們支持SAM 但竟然將SAM在不同科目的下面 去學他們單的元素 譬如科目下面 就學回編碼 在數學下面學SAM的元素 你覺得這樣 是你們所說的融會貫通 是你們所說的要做專題研修嗎 始終有科目有說到 重要是否忍完必修 是的 有科目學 重要是忍完必修 為甚麼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見到 SAM在世界的趨勢上 它是一個重要的技能 而且在世界上 SAM都已經是一個挺重要的技能 去給學生出社會之後運用 例如我所說的 那些人工智能 這些已經完全不是 香港的制度填藍色 即死背書可以做到的時候 為甚麼 因為科目總覺得 我們不應該融合世界的趨勢 所以不可以將SAM變成Visal 就忍完有個想法 其實如果不讓所有的學生 確保他們一定有這個認識的時候 所有學生出到社會 有甚麼興趣 但完全不是順著世界的趨勢去走的 他們可以做甚麼呢 有科目學就擔心 我們當全部SAM的學生 他們學完SAM才有出對武功去做的 他們可以怎樣算 但我想說 有科目學 你也相信我世界趨勢 當世界趨勢 但大家都重視SAM的時候 為甚麼有科目會擔心他們沒事做呢 我反而擔心 有科目學如果是否說的話 數學人加上自己學生的興趣 不喜歡數學的 現在不學數學 不喜歡英文的 不用學英文 不喜歡地理的 不學地理的 所以這些不需要讓學生學 然後出去各個 因為沒有一些小的趨勢 所以失業 這個才是我應該擔心的東西 其實我反而說 其實每個人都有 但他們發展SAM 但我反而想過 我昨天從來都沒有說過 他們在SAM方面有超級高 超級出色的成就 我們只是想給一些 沒得認識SAM的人 去認識SAM 在香港現在的情況下 學校是有能力 他有自由 他選擇給自己的學生 學不學SAM 我們就是看到 因為這樣 所以全球的SAM聯盟調查指出 香港方面有44%的教師 是覺得SAM的方法 在香港是不受重視 甚至有42%的教師 是認為教師的專業發展 因為對於SAM來說 香港的暫時教師 是教得不足夠的 所以其實有可能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當我們只是想給一些 沒有機會接觸SAM的學生 去接觸SAM的時候 真的要給你們興趣 因為他們學會 所以才可以接觸 接觸完之後才知道 人家有興趣 所以今天才要將他們列出哪首歌 多謝各位 大家好 首先讓我和雙方搞清大家的分歧 首先第一 定義上 有方 剛剛我們先懷疑基本步 你先說一下考核模式 是怎樣 這個必修科 我方論證了 必修科必然會帶來考核模式 有方所說的考核模式 亦都有的 他所說的名字 專題研習 有方所說的專題研習 必然會有分數 有等低 請問有方 如果你說到SAM的發展這麼急速 大家這麼重視 大學都一定會重視SAM的科目 請問有方 大學會不會去看看中學生 他們在這個專題研習的分數 等低是多少呢 當如果這個分數等低 變成了大學的門檻的時候 請問有方 這個追求分數 補習的風氣 其實是否又會在SAM的 這麼創新的科目中吹起來呢 剛剛說到SAM其實是要說創科 但是這些精髓 如果又是用填亞式的教導 又是用這種追求分數的學習模式 是否又是會蕩然無存呢 第二就是模式上 有方說到自己是獨立成科 有方的理據在哪裏呢 究竟首席大學主任鄭炳球都表示 以科學科去推行SAM是一個可處的教育模式 可以將所學讀的知識連繫到日常生活 以科學科去推動 有學校推動科學科和科技科的合作 在學校天台設置簡單的氣象測量研 有學校設置電腦科和科學科的合作 去舉辦迪士尼世界活動 有學校推動科學科和科技科的合作 探討機動遊戲背後的原理 有學校更加推動中史科和電腦科的合作 透過虛擬實境的技術去展示孫中生的歷史為中 例子比比街市 這些學校都沒有將STAM列為必修科 但他們都是用科學科的方式去通行 這些效果顯著 更加是北道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支持 請問有方推行STAM用科學科的意識 有甚麼規處呢 那麼立成科必要性又何在呢 第三就是意識上 有方說STAM說要必修科 說這麼久都是說要世界趨勢 都是說這是一個重要技能 但中學教育的目的 是否只是為一個有一個士興的社會熱潮製造人才呢 回望過去九十年代有金融業的熱潮 七十年代有製造業的熱潮 按照有方的邏輯 社會需要人才的話 中學教育就必然要配合 那麼在九十年代 學生就不是選讀經濟會計科 而是必須修讀 去到七十年代的時候 豈不是人人都要必修製造業、紡織業嗎 顯然是不可能的 其實將STAM列為必修科 和這個情況如出一次 是否大家有能力、有興趣 甚至有必要去讀這個學科呢 有方都無論精度 現在創新科技成為熱潮 有方說香港缺乏人才 就要緊貼世界趨勢 又要人人必修製 但不理會學生的能力、興趣 這是否就是中學教育的目的呢 我們的教育目的是要為學生打好清楚 每人都盡漸潛流 如果不理會學生的選擇 其實對學生有甚麼離處呢 謝謝各位 現在進入自由緣的環節 雙方位有三分鐘排練時間 多萬方排練時間 就駕駛成員三成員 會有丁一行 第二鐘就有丁兩行提示 對學生本人會宣布 另一方成員時間 各方的詞又派出 一百萬多位的體驗 請問身分有問題 我會說一次入變的環節 現在開始正正觀察出一個電影 首先 可能眼中成員必修復的因素是怎樣 有方我方說得很清楚了 就是有獨立性科 就是要設考核制度 但這兩點正正會帶來聲的迷處 展現了聲的精髓 有方你有沒有 你能否立正用這兩者 不會變成迷處 很方便我們考核者 對專題研修 而你剛才提到專題研修 是有評分準則 但我們所說的評分準則 並不是自己定義 並不是在專題研修開始之前 老師已經定義了評分準則 而老師知道他們研修的情況 看看他們如何運用他們的能力 與藥資靈的計分 那我會說的評分準則 就是要看看他們的創新能力 而且他們所做專題研修的課題 社會上可以廣泛營用 創新能力是怎樣的呢 就是看看他們有多創新 譬如他們先上課 要跟其他人說過呢 但永浩說創新的評分 是否要第一個分數給學生呢 我都問是 如果有方學科 為甚麼覺得考核方式才是最重要的 是否永浩覺得考核有困難 因為我們可以不用理會任何修科 但當我們見到他是一個最重要的人 有方人有說到 現在是用科學科 所以他要放在每個月下面 有方人怎樣做到每個小時 即是你放在科學科下面 都是要死光一起用 即是跟我們一樣 但有方學科的方向 那邊跟哲學不同 其實有方也說到 他說我方重視考核製造 但其實不是我方重視 現在是全香港的學生重視 他們每個人都需要有一個分數 但有方我想問你 可以收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考核製造 考核製造就會帶你分數 大學在考核製造的分數的時候 請問他們會不會追求分數 而忘記了STEM的本質 你覺得大學是看分數 還是看學生本身的潛力 本身的創新能力 大學是看分數 大學是看分數 但如果你看看我們現在 定為必須的例如中英數 如果按照有方學的網絡 你覺得因為它是考核 因為大學是看分數 所以就會給學生很大壓力 那是不是代表中英數 也不應該定為必須的必須呢 中英數是創意元素 而不是像STEM那樣重 又可以大學是否STEM的主要是創意元素 而考核會合作創意 不是 我想說其實下一個模式 我們方都說了 其實可以看它專門練習的情分 既然Jana又幫我又懂得說 他教育部工 和那一項人更重視創意 又說其實STEM的原則 他們有自己的原則 有自己的知識 不是現在說有創意 所以你可以做甚麼都行 不用考核 有方學 你要知道 他們都要學會STEM基本的知識 他們連STEM基本的知識都沒有的時候 你問他怎樣可以發揮創意元素 會關通嗎 但是STEM現在說的就是 以創意為目的 你有方所謂的考核制度 你有沒有一個學生的創意 比另一個學生多呢 我想說 我現在說 現在我們說 畫畫 就是試試看 都是創意 可是我們都要創作一幅畫出來 但是我想問 你是否有學會怎樣用水創 怎樣用黃藍色呢 是否 我根本贊成是可以取消這個考核的 有方學 現在都可以取消考核 那是不是不說來 其實有方學 他要尊重考核 那個考核其實就是會帶給學生 那是不是如果現在 你說除了考核 那是不是沒有考核 你覺得STEM可以做必修科 因為不如你同意我們 我方說必修的元素呢 那我可以歌詞強調 必修科的元素 是必須要學校 如果有學你覺得不用考核 是不是STEM 你都認為不用成為必修科呢 等等 為什麼你覺得 必修定的考核呢 譬如好像這樣 現在很多不同的學校 他們都是有宗教 有自己的宗教 他們有宗教 其實他們都是必修宗教 即是他們考核自己 一定要從中一道中 要學宗教 他們不考核 就覺得他們的宗教 不是必修科 但不是必修科 今天又說會合作 但不會 因為我們就是所謂 我們的方案就是要看專題 然後就是去評比 去專題然後就是去分數 去看他懂不懂 去原本 去最基本的知識 再看看他對STEM的意思有多少 今天我們原來發現 有開始 原來已經開始了 一開始跟我們說 是有考核的 都會用專題演習方式 資討受推入 其實不一定有考核 如果合作錯誤的話 我們不會講到九字 不如我們另一條問題 有國知不知道 結修科 不等於科學科學院的必修元素呢 科學科學有科學資源 其實如果 現在STEM 他 不是 如果 科學科 其實你已經是說做科學科以下 有科學科 有甚麼流程度 放在科學科以下 怎樣可以令到他們 一定融會貫通 而在科學科以下 可以做到STEM的四個元素 去一起重學呢 科學科二副 剛剛都已經舉了三個例子 就是不同科學科的例子 科學科見到科學科 在不同的學校去推行 都是成效益著 請問有科 你敢不敢得清楚 甚麼是必修科 甚麼是必修元素 必修元素 現在就好像有科 現在這樣說 就是 就好像我方說 現在就是在科學科中 但有科將他變成必修科 的時候 獨立成科 有甚麼見面對他感受 有科 如果現在STEM 我們說因為學生 沒有興趣 所以不學STEM的話 將來出來STEM 當全部都經過自己興趣 但不是經過社會趨勢 正不可以 請問我正常授件事 請問我正常授件事 好 有幫學 他們已經去到一個很頻毒的階段 有幫他跟我們講的 就是要 死掩著必修科這個字眼 其實裡面的考學制度 可以沒有的 其實這個考學制度 一退再退 又專題研習 他們其實是可有可無 他現在其實可有可無 有科根本要做的 其實都是想將STEM 是一個必修元素 都是想將它們 但有方,你為何還要抱著必修科的字眼 他只是被你的棧方困住了 有方說到,其實現在必修科有宗教,有見到這些 但其實這些是否真的教育平靜的必修科 我方現在看到,在教育局,在教育局裏面 其實他只要將中史列為必修科 在中史的例子裏面,要每家學校都要獨立成科 而且是設考制度的 有方學三者的緊求,你又怎麽可以擺出他之間的濃縮關係 為何可以擺出這個濃縮關係,怎麽可以擺出這個原則 有方,全場都沒有解釋到 如果沒有解釋到的話,我方鼠面所說的,握索創意 第二點所說的,學士中學教育目的 其實這些論點是否全部都會成真 有方是否解決了 我們來講的也不出來 不知道有哪個問題 現在是劍儀環節,相當有些真正數目 就是這樣 沒有解釋得到 這點是天啊 沒有解釋到 各位都是天啊 沒有解釋得到 有沒有解釋得到 我們可以 helt擺出 但是大家是在櫻子 前面 在櫻子 我先把手機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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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眾觀全場面 我們雙方都想為規矩教育多作打算 但中STAM連續必修方 是否一條沒有出路呢? 有沒有說STAM是全球大制闖衰 但與連續必修方有甚麼關係呢? 不論你入學 都沒有將STAM連續必修方 第二是以其他學習形式進行 教工推動STAM教育 把比賽健全量報告指出 其他學習形式分配 轉題研責 籌辦學生博覽會 和大專院校合作提供延伸活動 參加本地或者國際比賽等等 拿到認同可以拿完 上這些科學科學習的形式 讓學習到STAM 讓學生照樣可以接觸到STAM 為何必必修方呢? 等於STAM課程上 來更新課程的關節和內容 例如初中科學教育 緊貼身為工程和平均看電資訊 在初中科技教育 教育教授程式編寫等等 既然初中科學、科技數學 各科學程相互配合 要再次STAM課 會否加藏一些書 學習STAM必須適合學生的興趣 只能將STAM讀成為必修科 香港教育也都不在意 將STAM列造必修科的必要性 但就算有方說 必修了STAM就可以培養科技人材 為了將來投資社會更可獎 有方甚至說不讀STAM 可真將來就不知道 要從事甚麼行業 但必修STAM和將來從事STAM的行業 有沒有必修的關係呢 那美國數據為例 只有四分之一 修讀STAM相關過程的 大學不潔身 是從事相關的工作 可見這次將STAM列造必修科 都不是大部分人會投資相關行業 怎樣解決藥方所說 科技人材局中的問題呢 學生因為興趣 理想和置行選手 和STAM相關的項目 值得鼓勵 但如果政府是因為特定的行業 人力的需求 分解求學生一模模地必修STAM 這樣對社會發展有甚麼好處呢 就是有方同學自己也承認 不是每個人都有競爭 有能力去讀STAM 那現在究竟成為了必修科之後 是提升學生的競爭力 還是破壞學生的發展呢 到頭來還能否增加到 國際的競爭力呢 我今天不是違反而發 只是希望為STAM留下 最好的學習認識 申請幫助學生 但我方都承認STAM重要 是否代表不必修呢 當STAM被納入了做必修科之後 學生就必然要勾過考驗 形式、標準 如何制定呢 一開始就跟他們說 我專門是研責來做一個考驗的 但你覺得是考驗的一個部分 是否要定立一個分數呢 你又或許達不到的 有觀眾說文憑時可以不用考是STAM的 但其實納入了做必修科之後 我們其實是否需要看STAM的成績 作為大學修身的一個標準呢 那之後就退了 去到字樓便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一定要考驗的 但最後其實有個同學 在STAM變了一個有名無實的必修科呢 學生動手做的成品 到底要怎樣定立一個比分數呢 本來STAM的教育 在創造的層面 被教導學生發揮創意 但現在獨立成功 又要加上考驗 細編模糊STAM的教育焦點 學生既要應付考試 又要配送標準答案 以便成為追求高分 取得了STAM給學生發揮創意的原因 和目標背道而遲 有方為何還堅持必修呢 有方是否知道中學教育的目的呢 但教育表示 中學教育是讓學生打穩基礎 希望學生能夠了解自己的專長 或是適合自己的方向發展 但今天有不同 反其到以後 即使每位學生不能興趣能力 必須學習呢 盲目跟隨社會發展 追求排名 不是學生學習意願 又是否真正為他們欣賞呢 為何要進一步 將學生淪為解決社會問題的學習機器呢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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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5和2016年度的施政務部裏 政府承諾要加強推動STEM教育的工作 並鼓勵學生收藏和STEM相關的學科 而推動STEM教育撐合世界發展的趨勢 可以鑽備學生面對21世紀的挑戰 究竟有甚麼方法可以確保香港的年輕人吃得STEM呢? 主席、評伴、有方同學 貴族 大家好 比賽來到這裡 不可以發現有方同學全場只能說低調 有方同學說將STEM推一必收科 是有為願意 但有方同學要明白有方同教育的方針 並且對方的方案如南照有方的邏輯 是否教育局違反了自己的願意呢? 再加上現在的現時技科、電腦科 都要考創業 考力在非營 但仍然不仍然也有創業 有光同學問你如何可以論證 考慮就一定要殺了這個創意呢? 其實有光是很搞笑的 很興趣就是等於不需要學 那是否所有學生都到現在 所有必修科有興趣呢? 不是的 因為我們初中很多不同的必修科 中文的數學、通識科學等等 但是不是多科學生都有興趣的時候 所以有光同學問 是否這些科就要全部停下來呢? 不是的 就等於像現在的Stamp和必修科 同時一模一樣 而在Stamp上可以讓他們打開一個基礎 讓他們知道什麼是Stamp 你以後有興趣就可以上升社會 或者看大學讀這個科 其實我剛剛從頭都沒有說過 學Stamp就是等於要從事Stamp的事 不知道有何跟誰聽到 但是只要你學一下這個基本 看看他們究竟是否有興趣 所以現在我們在香港的必修科 不是我們加了Stamp 不是只有Stamp一科 還有其他科 為何有朋友今天會說到 學了Stamp 有Stamp加了這科 以後就必然成為一個科 其實我們也有不同的科 是看了興趣 就是加一個科 讓他們知道其實還有這件事可以考 今天有光同學問 我們有沒有平衡的科 或是有的 專程研修的評估 但我們覺得專程研修 不會適合自己的創意 因為專程研修 其實我們在裡面都會考慮他們的創意 不只是好像造本一樣 一式造 而其實你們有光同學知不知 大學的時候 他們考慮其實是看分數的能力 是找功是看分數 還是看他們基本上的創科能力 是看不見能力的 所以其實Stamp加了什麼 要做多的能力 因為全部都要求分數 現在社會的趨勢都跟著它改變 社會的科技都一億進步 有方說不是仍然一成分 不讓他們學Stamp 不讓他們為二十世紀的學生做準備 其實一方都說 Stamp其實是要學 但一方的基本知識 一方都沒有反對 但是中英數目 也不是學生的興趣 有方同學也說 不一定念讀 但Stamp其實未必都是全學生的興趣 但就不讓一方說 其實這又是密合的狀窮 但其實有同學聽不到 不要緊要的 再重複一下 為何要來Stamp教育 為中學生科技的原因 而是現在二十世紀 隨著社會不斷的發展 科技也離開我們的日常生活 一致我們要確保 我們的下一代 都有對這種新科技 基本已全面的知識 Stamp教育 可以在科學 科技的工程和數學 四方面全面的幫助學生 令學生 只要有重量和應用 科技科技知識和理解能力 而解決真實的問題 又可以增強他們的創作 激動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創新方面都可以提升 而要令每一個學生 都接受Stamp教育 清楚明白Stamp教育的內容 在中學 將Stamp調為Bestful 就是唯一和最合適的選擇 很欺向雙方 都達成了一個共識 就是贊成Stamp教育 帶來的好處 分期而怎知是 分期而怎知 是不是必修 但外科對外科很失望 已經多次重新了 在中學Bestful 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Bestful 是唯一的方法 可以復古學生 在中學前 學識科技的最原基本 令他們 將來看一看 將來慶祝他們出來 從事這個試驗 剛剛我看到 其實西加坡 也有Stamp教育 他們也是第一 顯然Stamp教育 一直以免致 絕對成功 多謝各位 現在比賽到一段落 請大家可以感謝 請大家可以感謝 我還是協助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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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盡量希望是有意思的 簡單來說 我想雙方 應該按摩庭 贊成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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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 3個議題 大家要想 第一 究竟Bestful 是否一定有考核 這很重要 反光說有 但是 我並未聽到 有個 不是一個教族長 不是一個很有代表性 或者是一個普遍應手的準則或者標準 是說可能一定有 大部分有或者現在有 就不代表他必須有 不代表 就算所有的收播都有考慮 並不代表將來有的收播 都一定要有考慮 這只是現有的狀況 但當然堅持一定要有考慮 但正方一開始說 我都跑了 我跑得輕輕一點 就是做阿康做 好像阿沙人 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 將來究竟收播是不一定要有考慮 這個大家有考慮 好了,我當有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考慮是不等於一定有懷 或者懷大於你 這裡我覺得 反抗當然是合同 正方其實你是有還擊的 做了很多一個還擊 譬如有些我個人接受 譬如說 我以前讀書那些歌 現在不知道 譬如說我們當時是考藝術 考很多創業 我相信現在都有 我那個年代就是香港CV 那些藝術 那些全部都有考試 有規定 那些考試 中間的規定 一共一樣 那 是不是很有問題呢 我不知道 現在的中學民當時是這樣的 我相信 可能應該都有 那不是很大問題 其實 這一道正方有舉過的 那看來 反抗我覺得 沒有很有力的還擊 因為既然你說得出 考慮是壓殺創意 或者是一個很大的 你一定要想到一些別不同 一些反抗 如果舉意願作 中英數也算了 一些可能一些 所謂選修科 一些比較 創意性 或者文學性的選修科考慮 那你打算怎樣都不應呢 這個我覺得 可以再準備多年 我希望是應該的 因為你已經覺得考慮有問題 嚴況又有考慮 那你覺得嚴況是怎樣 每天你走出來說 對啊 所有選修科 其實我都不應過考慮 什麼都不應過考慮 一天就這樣說 但你又不是 有些好字考 這個又不應該考 這個又有創意 那個有字有些創意 這個有難做的 那個有字在 這個中間的風格 可以再加強 第三 反方 反方 中央 我指我可能不聽不清楚 是在一些 化學科的 化學科入面 那些必修的元素 掩盡一下 給我抄子 抄子 那 算我對中學的體制不夠認識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因為你說你怕有考慮 所以應該有些修過 所以有一個 科學科的必修完作 你連了一些例子 例如說 做一些展覽 大概 我忘記了 一些路設展覽 一些創意的運動 那些是否一定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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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那些不一定要參與 是吧 不知道 那些東西不一定要參與 你又很認同這個 Stamp是重要的 但同學又可以參與 究竟怎樣 又可以得到Stamp本身 希望帶出來的好處呢 那還有一個 你其實很害怕有任何考慮的東西 因為可能大樂 有些 就是看起這些東西 朱子維 那這些古怪的東西 會不會又成為了一種 非分數 平身 平均準則呢 例如說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小朋友 如果你要考考小學 然後考幼稚園 那些家長是盤住一堆東西 有幾十張 正算 即是一個三歲的小朋友 參加一個小孩 以為狼狼比賽 就是半關 一張證書 而同樣是中讀比賽 也有幾十張證書 去報小學 或者報那些 叫做Nerds 那這些東西 那這些 其實是間接 有什麼分數 有些沒有分數 會不會是 你也想考考 你將來如果這個Stamp明 這麼重要 用一個所謂 即是跨學科學的形式去做 一些變成 例如說 大學修身 會不會停一看分數 你有沒有參加過 跨學科的東西 有沒有參加到 那些展覽 有没有参加的比赛 有没有伤害 用来看有负责的事 会不会成为了另一种行动的准则呢 所以如果你把它摆入所谓跨学科的必修原作 是否可以有效避免它成为一个考核的准则呢 我觉得未必 如果这件事很重要 你是没办法避免它成为 在第三者的心目中 去衡量你的准则 除非你没有了 在这个学生里面完全没有了 但是没有了 可能对学生又有个不良 或者不够好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我就大概听到这些 我相信 另一位领导呢 有没有好些东西也能听得到 那就搞不清楚 谢谢 现在有声音 有声音 我简单讲一些平正语吧 不不不 我讲平语之前 刚才刚才是错误的 不是要成为我来做的 是 其实 你看我以前会有很多平语 所以我都不打算讲得太详细 真的想讲两句 我认为最重要的 第一就是今天面题 声音应该整个钟网的收歌 但我没有讲过高组和初组 我不知道大家在处理面题的方法 有没有考虑过高组初组 但对我言 我刚才听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可能高组和初组 就是大家的方法怎么定 对于你们的浪点来说 可能有很大的影响 也会影响到 你们今天有一些鬼 虽然不需要那么胶着 或者有些浪点可以怎样都可以 如果在初组的话 大家知道初组 其实我不太清楚 现在初组的饭食和饭 但却有哪些是收货的 大家知道现在初组中的哪些是饭食 中饭食 中饭食 通心 都可以在中饭食 中饭食 初组 中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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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以我所知 就是刚才你说的 地理、中止、科 其实这份 和有中饭的初组都会出现 所以如果今天反方来说 如果是科学科研的范图 难有一些必修元素 因为我本身听你的方案 有第二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如果你的方案 只是在高中做 你说科学科研 可以做科学科研 如果自己没有修科学的话 我们整个中学的课程 都不需要接受 都不需要学习 你这些方面的同意 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高中的情况 你放在科学科 只收科学科的学生 可以接受课程的话 又是否足够呢 OK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你放在高中里面 科学科加入你所说的 一些必修元素 高中的科学科可以考考 你的必修元素 是否放在科学科里面 就要到变成考考 那又会和你的主线 好像有些初衷 所以我本身为何理解呢 我就以为你想说 是在科学科中的科学科 加入一些修元素 那你初衷就不用担心 太大的问题 因为你大学也很少看 你初衷的成绩 但同时我也有其他问题 就是如果初衷已经放在STEM 而我其实没有了解 STEM中的教科研 但如果教一些 比较缩杂小小的科学知识 或者真的教学科研 有多少初衷的学生 我怕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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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会有点疑问 所以其实我会很期待 正方法能否攻击一下 你所说的那个方案 其实你所在高中做理解工作 高中有什么问题 高中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一个独立必修 才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呢 但今天反正就是 科学科研究会考虑到 如何去攻击他这个方案 而上特别的方案 是因为我开始讲到很简单 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做到这个方案 也想做这些什么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大家今天 后来讲到 即STEM 正方案开始有解释过了 其中一点是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就是已经是这个必修功 其实我又想知道 如果你把STEM 成为必修功 会不会有些情况 其实会和现在读读的数据 会有重变呢 如果重叠了会如何呢 尤其是今天 正方案除了讲那些 除社会趋势 学生认真 其实你有提过 STEM本身是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提升学生的解难 和理解 和什么 我忘记了 解难 和终合的解难 其实与我们现在的数学科 想达到的没什么一样 其实你问 为什么现在教育局 数学科的解释 我都不想读数学科的解释 就是因为他觉得 对于学生的解难 学生是必须要解难的 无论你的兴趣 不理也需要解难的 我就想知道 如果STEM的目的 又是有数学科的目的 那到底是会取代了数学科 还是我们现在会有两一科 两科都是为了目的 是提升学生的解难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究竟在学生上有没有这样的必须 去设置这两个 教育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今天正方 你都听到反方的主线 就是打你 学生很出世 或者学生认识 你会觉得是违反教育 但其实我觉得正方 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刚才想说 我们选择 从学生的基本能力 可以做到每一个学生都需要的 而如果你是真的想强打这个点的时候 我也希望你可以告诉我 到底现在的学生 为什么学生这种解难力力 现在数学科并没有教育呢 而为什么这种解难力力力 是要那么基本 基本就是我们需要 每一个学生都要学的呢 其实我也希望正方可以 随便考虑社会出世 或者学生的质力都可以重复 为什么这些能力是 学生基本上 所有学生都需要开始思考 我觉得如果可以大打这个位置的话 可以避免到要很强烈的会议 对那个竞争来的问题 和学生的学生 我觉得主持人才可以重复少认识 但大力的评论是非常重复 两位支持者 就是在上台上的认识 好 那我站在这里 来给大家听一下 等一下 大家知道我和两位评伴 我都在带着他 一会儿要打 所以这两个认识 就变成了真的 我又要找一下资料 对吧 所以如果今天 其他设计 不相关可以再准备得好一点 就是为了必三科 对吧 大家是用常识的讲话去打 但是呢 也就是的 基本上 应该找过资料之后 其实高中 有很明确的必三科 是哪几科 是的 中英数数 其实初中又没有的 是没有的 原来初中只有中史 就是现在 你知道根据一些可能性 智商的压力 或者作为中华人 应该要的决定 是吧 初中基本上 原来没有一个相片 必收货 而中史 因为你知道 社会 就是世界取势 或者祖国的潮流 可能是吧 就是这样 无缺之间 变成了一个中史的必收货 没有理由中英文那些 是有有为常识的 这种方法 每间学校都有 都不是必收货 你明白这些就是大家的选择 来的 在彩虹学院 就是有一定 八大学集范围 是吧 有某个语文范围里面 是吧 那一个范围 每间学校的决定就是 我整个中文科 便满足了这个范围 是吧 在另一个范围里面 英文科 便满足了这个范围 是吧 即是说 官方无所谓 必收货 在错中里面 除了中史 当然有中史 有新的 是吧 但在其他科 原来只是一个 大家市场的一个决定 决定都更加有 正如于是体育科 是否必收呢 我估计 是的 即是我不信有家学校 会体育科 是吧 但是是否教育部 一定是 因为教育部 原来有个范围 即是有些啟能 那些法治 于是 大家很自律 決定做个体育科 即是我估计有家学校 够胆 我不像体育科 我会做个攀石科 即是你够胆 你便做 但我估计大家 不会这样 叫做体育科 即是 应该的情况 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我估计这个是资料上 大家知道这个资料 反正正光有利 还是反抗有利 我估计 没有人觉得大家都有利 应该 所以说 其实对于正光 我今天 都是有些困难 实在是有些变题 我实际是变题 六体、七体 都是他正光 是什么 正光是要解释的情况 反而正光好玩的地方 你就要想一个方案 即是如果方案漂亮 或者反方问到你的东西 都比较多 而我都不是说你的东西 你不要问到你的东西 是挺好玩的 因为反方正光 没有什么清晰的方案 是很简单的 我估计 反方最容易用的 反方提到任何东西 都对 因为你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方案 如果你有一个具体的方案 我已经避免你三个问题 我只是集中你的两个问题 如果你们考虑他们厉害 如果他们厉害的话 我立即扔掉那三张牌 我只是集中这两张牌 去和你们一次顺畅试 试试 如果他们差异的话 由头都是抗一次 但如果第一张卡牌 有两张卡牌 评判都听得出 你们说得这么清楚 你们都这样属于猪肉 照问一次 都要再一次 那你应该就给你们赢了 所以我会觉得 正光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都要听 正光是一个很厉害的必修货 最好是取代风格 正常人都明白 正光应该就不是要做一个很厉害的必修货 因为这样表面上有好处很多 但是你只要好处一多 你这个不避免必然的 所以我都觉得 如果正光说一个 就是类似的 就是体育科 对吧 就是真的 就是那种 连续乎合 你们是不用怎么考核的 总之每个系统两行 对吧 就是 就是 总之大家一定要上 又不准理太过气 喜欢上 上 但是类似的体育 对吧 就是我们也有些人不喜欢体育 但你也都要 就是要参与 我们来说 在中市场 我加了一个叫stamping 那个情况 你只是加两行 那些你每个星期 你都要在那里一起 一起玩玩水火战 对吧 那考核呢 于是你知道你不 甚至这场异样 我们又怕 都说 没有去到高中 没有了 那些电台就没有 你一定要一至六年 对吧 其实我终一终二 终一终二 终一终二 终一终二终二终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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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 现代jo 开启过gebaut 有些学生的兴趣之后 他们自己终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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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테课 我们也都擔心 嗯 即是纪念基本上 另外做所有政治梁 用心 Experience 不过就是喜欢的时候就要纯迷打机 于是你就埋没了这些人 我听说反方案就是为了做正方这样的家人 我可能给一个例子 我都不敢说这个方案一定很好 但其实我觉得正方是要想一个类似的 清楚一点 你一无方案就要做反方问什么都要 你一清楚 我觉得大学我中一中二 我中二就不听清楚 我就笑他 但是如果你没有了 你只是讲坦丁丁 他就不讲大学我发文 但是你知辩论研论研论 我准备了十章 我准备了十章 我准备了四章 你知不是考他们的真正实力是高还是低 就是真的有辩论 大家都明白 你手上的高理法课都不合适 你照出来读 还是你跟他 好了我就认识和你博一场 这些就是辩论普提 是吧 那真正好 我可以回想一下 你会不会下次准备了 是屈你 你说要由科学的重要性 到教育的重要性 到那个方案 我都明白 是可能很难的 是吧 我认识在男人之中 也有一些 其实也有得玩的 我觉得 当然反光 表面上是狂的 但是你才能闻得来 所以我又祝福你们一步 好似智商 就是前后立场都说 明明主便跟我说 你们都在乘乘乘乘乘乘乘 不过差点必修 是不是好 去到义库 你就当我说 是吧 你好像说了一句 所以其实是 不应该读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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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ley的成功,在我家庭的時候 我們有人發佈說我們沒有對手,我們都不斷不斷不斷 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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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位置,我們都立方氣和你們的想法 有可能有點不合格 所以我現在再想一下,是否要一開始成功 究竟是你講錯還是你講過我自己 大家可以發問,就是一定要跟你們的發展 如果不合格的成功,你可能會這樣做 但你一開始成功,我們都覺得可以不合格的成功 就是看證明,別受的,你已經鎖定了 你是可以說這一方,這一方要別受的證明 我怕,可能我怕錯了,我不知道你們是否要別受 但是要說一下你們的認識,是否要一方便要遇受 我們可以說得很容易 即是,如果高手或者做你的發展 只要差一遇,我們可以抵抗這個 可能會覺得我們可以抵抗這個 就是分配的那個成功 可否趕快一點點的意見,謝謝 謝謝你們 今天的比賽已經在我手中了 現在是我宣布的賽果 首先是最佳面領域的選項 今天的最佳面領域是 反方的第二部份,李天心同學 至於今天的賽果 正方得票 還是反方得票 三 每句話說今天勝出比賽的是 反方加密派的中學 今場比賽到不止多中學 我們非常永久 期待已經開設的是 可以嗎? 謝謝 我們要看